这个是一位法师问的 第一次有两件事 不解其意 请开始 第一个是 99年10月5日 我们全家到北京广化寺礼佛后 回到住所休息 他说我的儿子突然 梦雨 说梦话 叫醒后 他说 在一座上庙前 遇到一位道庄打扮的长者 告诉他四句话 这是 本为菩提超三界 这是去龙 是不是 世旁九五成 于解迷津利愁苦 一切卓助 接迷人 说了这么四句话 在梦里头看到一个 道士打扮的 道长 跟他讲这四句话 这四句话 是什么意思 你的疑问 可能是在此地 从这四句话 表面上来看 学服 目的 是求菩提 菩提是智慧 是求超越三界 这一句是把学服 目的 跟我们说出来 但是第二句话呢 意思 就不一样 去龙 虚旁九五成 龙是国家领导人 从前是皇帝 九五成 这是指的北京 金城 皇帝的都城 换一句话说 你要求做官 那你就得到 金城里面 去依靠帝王 这个话的意思 也很明显 这是一个热衷 热衷于名利 之 也学服 也想超三界 但是人间富贵 没有办法 放下 不能够放下 人间富贵 这个 你一经愁苦 佛法里面讲 三苦八苦 你总不能够避免 你在六道轮回当中 造作一切善不善意 国报 哪里能够避免 无法避免 那么你要想 利苦得乐 泡米开悟 末后一句 一切走住戒铃人 戒铃人是自己 古人说得很好 戒铃还许戏铃人 这个话的意思在哪里 你想不受苦报 你必须自己 绝无 不造我业 如果还继续造我业 苦报 我决定不能够避免 佛在十善业道经里头 说得好 这个意思一定要懂 我们阿赖耶诗里面 虽然含藏着无量无边 卧业种子 但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再也不造卧业了 这个卧的语言断掉了 虽有卧种子 它们有语言 它不会起远行 必须振章善业 这样才能破米开物 才能离苦的路 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 要朝三叶 明文立养 全力地位 必须从心地里头 写得干干净净 我们才有指望 如果不能写干净 那就很难了 太难太难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